腊腌白萝卜是一道快速腌制的一道爽口小菜 没有经过发酵 所以用这种方法腌制的小菜不宜久存 最好在一星期内吃完为好 主料一定要选择白萝卜 因为含水量多 口感脆 把白萝卜洗净去皮 先切成厚片 再切锯齿条 装入盆中 加盐白糖 然后加少许白醋 将其翻拌均匀 腌渍两小时左右 一是入味 二是杀出多余的水分 腌渍后 就会杀出好多的水分 把萝卜条捞出 沥浸水分 然后加入鲜辣椒酱 将其翻拌均匀 装入保鲜盒 放入冰箱冷藏两小时后 即可上桌品位